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吹东北风 而我们在东部海面上面呢 其实水量云量都还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今天呢 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 今天都是有雨的天气状况 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是上午呢 桃源以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那么下午呢 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山区 也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包括了基隆台北 新北 桃源 新竹县市 那么是英式多云短暂 震雨或者是雷雨 降雨几率5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0度 中部地区多云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2度 南部地区多云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 白天的温度呢 是26到33度 东部地区则是英式多云短暂 震雨或者是雷雨 降雨几率高达80% 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啊 那白天的温度呢 是25到31度 澎湖地区多云时勤 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0度 所以东北风温度相对会偏低 再加上呢 有雨啊 所以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呢 特别的注意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宜兰跟澎湖 目前都是27度 台南还有花莲 台东 目前都是28度 高雄目前是26度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涨跌互建 那么道琼跟标普呢 在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呢 拉回整理 不过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 跟费城半导体呢 则是小幅度的上涨 反映的是呢 那么以这个新高来看的话呢 那么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 跟今年的高点 还有一小段距离 但是一般类股的 道琼跟标普 已经连续创新高 今天拉回 道琼公益指数呢 最后下跌了293点 收盘指数是 41914点 跌幅0.7% 那么纳斯达克则是上涨了 7.68点 收盘指数是 18,082点 涨幅0.04%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10点 收盘指数是 5722.25点 跌幅0.19% 费城半导体 则上涨了40点 收盘指数是 5132.52点 涨幅0.8% 另外呢 在油价的部分 那么在前一个交易日呢 因为这个中东局势紧张 然后再加上呢 中国大陆推出的 这一些刺激方案 认为对于刺激需求 可能会有帮助 所以呢 油价大涨 但经过了一个交易日之后呢 市场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那么一方面觉得呢 中国大陆这一波的刺激计划 可能反而是凸显出来呢 目前的经济情势相当的危急 那么能不能够达成刺激效应 有待验证 好所以呢 你就看到了油价呢 出现了拉回整理 而中东情势 虽然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情势 非常的紧张 但伊朗总统昨天在联合国表态 并不寻求战争 这个呢 也使得油价呢 出现了拉回 所以一个中东 一个中国 都使得前一个交易日呢 油价暴涨 但后一个交易日呢 反而是使得油价呢 出现了快速的拉回 纽约油价格 就下跌了 1.8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69.69美元 跌幅2.61% 白亚布兰特原油 则下跌了 1.71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73.46美元 跌幅2.27%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则是上涨了 这个1.06% 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因为每年指数 今天凌层是大涨的 所以呢贵金属呢 其实是跌多 但黄金还在持续的上涨 纽约黄金 期货价格上涨了 7.7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来到 2684.70美元 涨幅0.29% 而白银的期货呢 则是下跌了1.27% 铜的期货 小跌了0.04% 把金的期货 跌了2.05% 而另外我们看到 就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是升值了 0.68个百分点 来到了100.91 这里面美元呢 对几个主要货币 包括像是欧元 英镑 还有日元 澳币 乃至于人民币 都升值啊 那美元对欧元呢 升值了0.41个百分点 来到1.134美元 对一欧元 而对日元呢 更是强升了 1.03% 来到了144.68日元 对一美元 另外呢 对于这个澳币的部分呢 也是升值了 0.99% 来到0.6823美元 对一澳币 那至于对人民币的部分 最近在亚洲市场啊 那么人民币对美元 一度升值 升破了7来到6.9952 对一美元 但是呢 之后呢 这个离岸人民币呢 回稳 那么接下来呢 在尖临城的时候 在纽约会市呢 它是人民币对美元 贬值了0.33个百分点 来到7.033元 人民币 然后呢 对一美元 好 所以看得出来 现在呢 市场上面 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 还在观望 观望什么呢 观望的 说是这一个礼拜的PC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但我认为 它还是在观望的是 下个礼拜的 非农就业报告 因为终究还是要观察 美国经济的强跟弱 然后来决定 所有的金融市场的 一个动态 另外呢 在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185价指数 下跌了14点 跌幅0.17%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38点 跌幅0.5% 德国法兰克指数 下跌了78点 跌幅0.41%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是经济合作 及发展组织OECD呢 昨天将全球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小幅度的上升 上调0.1个百分点 来到3.2% 其实3.1到3.2 其实差距并不是很大 不过这里面 个别国家 可能差距是蛮大的 美国跟中国大陆呢 就维持之前 5月份的预测 美国今年经济成长率 2.6% 中国大陆维持4.9% 欧元区也维持0.7% 但是呢 上调了英国 印度 还有巴西的经济成长率 认为他们的经济成长率 优于预期 尤其英国 他的经济成长率呢 一口气上调 0.7个百分点 从0.4上调到 1.1% 而日本 还有德国 则是呢 小幅度的下调 日本的部分呢 甚至于认为 可能会有小幅度的萎缩 萎缩 百分之 0.1 至于在明年 经济成长率呢 维持原本预测的 百分之 3.2 但是呢 下修了 美国 欧元区 的经济成长率 各下修 0.2个百分点 而且呢 美国明年估计 只有百分之1.6的成长 比今年的百分之2.6 明显的 这个成长放缓 欧元区的部分呢 则是年增 百分之1.3 比今年好很多 但比五月的预测 要来的低很多 另外呢 上修了英国 跟日本的经济成长率 而中国大陆的部分呢 明年维持 百分之4.5的 经济成长率 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OECD呢 对于各国经济成长率的看法 那不只是OECD 亚洲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呢 昨天也上调了 开发中的 亚洲的预测 从百分之4.9 上修为百分之5 这里面对中国大陆的 经济成长率呢 维持现行的 百分之4.8的预测 所以不管是 这个OECD 或者是 亚洲开发银行 大概就是4.8 4.9 能不能达成 百分之5的目标呢 现在 投资机构当中 乐观的比例并不高 只有瑞银呢 在前两天呢 调高了 对于中国大陆的 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其他都是下修的 但是呢 扣除掉中国大陆之外 的开发中亚洲呢 经济成长率呢 预计可以达到 百分之5.1 好 那这是 这个亚银 这个亚洲开发银行 他们的预测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瑞典啊 那么瑞典呢 昨天呢 这个瑞典央行 举行利率决策会议 下调了 它的基准利率印码 而且呢 瑞典央行强调 不排除在年底之前 进行更大幅度的降息 未来他们还会有 两次的会议 其中呢 会有一次会议 可能甚至会降息两码 这瑞典是 非常的明白地告诉大家 它的宽松货币的方向 但这个部分主要原因 他是认为 因为他们的通膨控制得非常好 你看到说 它九月份的通膨率呢 降到了百分之1.2 那么连续三个月 都低于百分之2 所以瑞典呢 持续它今年春天以来的 降息的步调 不过澳洲的情况呢 则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看到澳洲呢 它的这个八月份的CPI呢 年增率百分之2.7 确实比7月要来的低 但是呢 它的核心通膨 还高达了百分之3.4 这个呢 限缩了澳洲呢 降息的这个力道 但是呢 也因为它的通膨率 一般通膨率大幅度的降低 所以呢 至少会认为 它未来呢 有降息的几率 这也使得呢 澳洲呢 对美元呢 今天凌晨的时候 贬值了大概百分之0.99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丰田哦 那么这个Toyota 全世界最大的车厂 它财报虽然还不错 但是呢 它从今年5月呢 宣布执行库长股 一兆日元之后 到今天为止呢 它的股价不但没有上涨 反而是股价下跌了百分之27 今年日本的股市 主要其实还是靠着 科技相关的公司在撑着 反而是传统的汽车业者呢 表现不是那么样子的好 没有像去年哦 表现的那么好 当然反映的就是 全球汽车市场啊 开始逐渐的成长放缓 甚至于萎缩的一个状况 好 所以呢 它现在宣布 要再实施库长股 那么它从一兆要扩大到 1.2兆 就是它是从5月 一直到明年的4月呢 它所执行的这个库长股 要加码 不知道能不能够拯救 这个丰田的这个股价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司法部呢 对于这个信用卡公司Visa 提出了垄断的这个控诉 认为呢 它包括了针对银行 这个合作银行 还包括了商家 以及跟对手之间呢 各自签了一些 可以让它垄断的协议啊 那这当然对Visa的股价 产生了影响 另外呢 这个Google向欧盟告状 说微软违反了竞争法规 它反而是反竞争 所以欧盟之前控告这个Google 现在Google呢 向欧盟控诉的是微软 好 这当然跟商业竞争 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在美国股市的盘后 我们看到美光科技 好 这是全世界记忆体的大厂 在盘后呢 公布了它上一季的财报 那么提到说呢 因为在人工智慧的带动之下 HBM就是这一个高频宽的 这个记忆体呢 需求非常的强劲 所以呢 它上一季的财报 不管是营收或者是获利 都超过了市场华尔街的预期 而它对于下一季的财务预测呢 也比华尔街的预测要来的高 不管是营收毛利率 还有包括了它的获利 好 那这个消息呢 这个公布完了之后呢 就立刻使得这个美光的盘后的股价 大涨了14% 这也激励了美股盘后的纳斯达克的期货盘呢 目前是上涨了0.27%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前一天呢 这个人民银行呢 还有这个他们的政管会的这些相关单位呢 那么大幅度的降准降息 然后还有把这个房市的这个首付呢 也降低 然后同时呢 将存量贷款也降低 而且在股市当中呢 提出了政策工具 所以更进一步呢 在中期借贷便利MLF呢 调降了利率 降30个基点 来到2% 好 明显的希望呢 能够降这个走这个降息 这条路还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但是呢 它的执行MLF的金额呢 是缩减的 所以呢 反而是从市场上 拉回了一些资金 这可能跟它降准一口气释出 一兆人民币 然后所以呢 昨天借MLF收回 2,910亿 人民币有很大的关系 好 所以陆港股呢 持续的上涨 不过呢 是开高走低 那么涨幅是收敛的 上升综合指数上涨了33点 收盘指数2,896点 涨幅1.16% 深圳层指上涨了102点 收盘指数是8537.73点 涨幅1.21% 香港恒生指数呢 上涨了86.69点 收盘指数是19,087点 涨幅0.46% 好 昨天呢台北股市呢 是股会起涨 而且都是大涨啊 股市的部分呢 大涨了329点 收盘指数22,761点 涨幅1.47% 成交金额放大到 4,481亿元 那么这个反弹呢 已经是来到了这个波段的新高 那么在三大法人部分呢 是全数买超 尤其是外资 大买了347亿 投信继续的买超 自营商也买超了128亿啊 这些都是由原本的偏向卖超 转为买超 另外在汇市的部分呢 新台币强谈了1.26角 这反映了美元的降息之后呢 其实资金是很快速的涌向 亚洲的新兴市场 昨天估计呢 外资在这个外汇市场当中 汇入差不多10亿美元 所以推升新台币呢 来到31.84新台币 然后对亿美元 我要注意的是 摩根斯坦里呢 提出最新的分析报告 那么根据iPhone 16的 这些交货时间来预估 他认为iPhone 16是 自iPhone 12以来 卖得最糟的一个 新机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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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